來關心 二次拉瓜選佈到台灣 第2次回到 專向參加中國建國 二次拉瓜總統奧德加水表示 中國是世界第一頂的強國 如果目前我們還有存十四的綁高國 下載軍事 海地 史瓦蒂尼 教廷 和洪杜拉斯 都要特別注意 相同的關係 二次拉瓜選佈到台灣第2次回到 跟中國建國後 對中國的態度是保護他一遍 二次拉瓜總統奧德加最近發表 停中國的言論 後來中國 成功讓人民對抗散洽 尤其是回到的情形 也發展經濟跟口號的技術 已經真正做世界上一流的強國 將對美國依侵緩人權做理由 跟中國實施經濟制裁 奧德加指控說 美國這個機動實在是陷滑滑 也請美國說 他們真正就不是世界上最大的經濟體 將對尤其拉瓜 還有一次跟台灣回到 尤其拉瓜下播也出現不一樣 議論的嚇音 有議員就批評說 他們這個機動實在是太過沖繃 我們國的崩高國寸十四個 甚至外國國立的困境 也很受到大家的關注 新政府當時來標台 以致致跟臺灣的幽邦的關係 學者說台灣的崩高對現在美中的關係 對起來越來越明顯 也影響臺灣跟幽邦的關係 不過臺灣要是要真正是以致 才會跟崩高國的關係 學者建議說可以為人考試較少的國家開始 記者 總法報道